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问题是 李敖刚刚回到台湾 那么总体上怎么评价他这次中国之行 第三个是评论一下 为什么港台的某些媒体对李敖这么样渲染和吹捧 星期四下午 美国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新闻 那就是这个John Roberts 也就是罗伯特 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一个大法官的任命为什么这么重要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 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律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美国实行什么呢 是案例法 什么叫案例法呢 那就是说事先并没有制定条文 而是按照最高法院这个判案 这个具体的判案的这个例子 这个判例给以后的下级法院以及同类的案件提供一个指导原则 或者说一个准则 所以某种意义说 美国最高法院的每一次的判案 等于制定了一次法律条文 说非常重要 当然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司法界具有绝对的权威 所以什么样的人进入这个最高法院 当然美国人 美国社会 美国两党 美国政界媒体都非常的关注 第二个原因 美国这个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 他也像其他美国人一样 有鲜明的政治理念 也分成了左派 右派 也就Vibro或者Conservative 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 在这种情况下 九名大法官什么样的人来组成 当然会影响美国最高法院的判案倾向 你像尤其在美国 当前有许多重大的争议问题 你像这个堕胎是个争议问题 像这个枪支管界 死刑 还有这个事不照顾黑人的平权法案 或者如何看待基督教发展等等 所以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明显的会影响最高法院 在这些重大有争议的问题上 在判案上向哪个方向来清洁 第三个 罗伯次本人是著名的保守派 他和他夫人都是虔诚的基督徒 那左派民主党的相当担心呢 如果他成为首席大法官 那可能会使美国最高法院更向保守派的方向倾斜 所以在这个听众会上来杯葛这个罗伯次 在这种情况下 星期四下午这个100名议员组成的美国参议院进行了表决 表决的结果是 这个以78比22罗伯次任命案被高票通过 罗伯次不仅赢得了美国保守党共和党的全部55张议员的选票 而且赢得了民主党44名议员的一半以上的选票 所以他赢得了78票 这是非常高的比例啊 像美国这个上次打伊拉克战争的话 这参议院表决是77比23 这次罗伯次获得的选票比上次还高 说这个美国大家都知道 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终身制 像上次刚刚去世这个首席大法官伦奎斯 他在最高法院干了30多年 当了近20年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那今天我们看看罗伯次才50岁 如果他活到80多岁的话 那就说他会蒋在当首席大法官30多年 在今后30多年这个时间段里面 美国蒋可能产生8个总统 有4年一届总统嘛 那么蒋市一直是罗伯次做首席大法官 而美国大家知道是个法治的社会 美国人非常尊重最高法院 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成为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无论那九个人做出什么样的裁决 美国人的服从 因为他们九个人发话了 那就是最后的裁决 那就是绝对的权威 所以像今年只有50岁的罗伯次 成为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 对美国今后的司法 包括美国的政治政策 包括美国社会的变迁 将产生长远的影响 不可低估 而且美国作为这个世界唯一超强 在某种意义说 是作为世界不仅在文化 而在精神方面 是起到一个龙头的作用 说什么样的人进入最高法院 什么样的人担任首席大法官 什么样的一种价值 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精神 在最高法院占上风 领导美国的思潮 其实不仅对美国 其实对整个人类都有重大的影响 李敖刚刚回到台湾 结束了这个中国之行 那么怎么来整体上评价 他这次中国之行 我在上次的评论中提到 李敖这次中国之行 是个小丑之行 作秀之行 那今天我们看 整体来看 李敖这次中国之行 也是一次同志之行 就是一次跟共产党 志同道合之行 因为我们看 李敖在没去北京之前 就在台北说 他这次去中国 是向党中央报道 哪个党 共产党的中央报道 是什么自己人归队 那我们看看 共产党也把李敖 当成一个老同志归来 我们看看清华大学 是怎么欢迎李敖 介绍李敖的 当然说他特殊 还因为他在扩别了大陆 56年之后 第一次回来 回到北京 他说 他不希望自己被当作是一个客人 他不过是一个归队的老同志 你说一个民主台湾的立法委员 竟然成了一个专制独裁国家的老同志 你说这不荒唐滑稽吗 这不是李敖的耻辱 因为已经早都没有礼仪廉耻的李敖 他没有耻辱 没有这个羞耻感 这是台湾那些把李敖送进立法院的那些人的耻辱 而且从外边人的角度来说 从那些羡慕台湾民主自由成绩的中国人的角度来说 这是台湾的耻辱 这个假自由主义者 这个从来不是一个真正自由主义的李敖 到了北京就给你宣布他放弃自由主义 可是大家发现我不但还没骂共产党 我先放弃了我一个东西 就是自由主义 那李敖放弃了自由主义 就开始要为专制辩护 这是合物逻辑的 而且居然说什么 现在中国是最好的时候 李敖最好的时候标准是什么 就是中国人能够穿上裤子了 所谓最好的时候就是说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裤子穿了 就是这个时候 那怎么中国人穿上裤子是最好的时候 一个国家的人穿上裤子 怎么成为最好的时候 我们看看如果按照这个标准 那台湾两千三百万人民 从来都穿上裤子的 台湾不是从来都是最好的时候吗 我们看看不要说美国 欧洲西方国家 我们看看非洲那些国家 哪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穿上裤子 今天我们说叫一个人的话 最重要是有政治选择权利 如果你说能够吃饱 能够住得暖 那就是可以了 那是基本猪权 基本狗权 这李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人权 他只懂得猪权狗权 当然了 一个人在心灵上不是人 他总能懂得什么叫人权 这个李敖的中国之情 不仅是同志之情 催捧中共 而且到处作秀 非常令人呕吐 你看看他在清华大营的演讲 上来就把美国总统布什那个演说稿给撕了 美国帝国主义的总统布什就站在这儿 向大家说了一个谎话 布什总统讲了一句谎话 李敖的这个动作 你看看像什么 使人想起了连战 访问中国的时候 那些小学生喊 连爷爷你终于回来了 不就那样的夸张动作吗 今天任何一个成人 任何一个学者 任何一个有点自尊的人 谁怎么会在高洞 学府做出这种夸张 矫情的动作 只有李敖做得出来 而且李敖这个作秀 在这个清华大营演讲 第一句话就喊 保德东主席说 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所讲的 我们的外交部长陈毅 胡胡又生气的陈毅外长 我忍不住又念一段 保主席的话 老板安全的可以了 你说李敖这些表演 像不像小丑 哪像一个民主国家的 一个立法委员 而在清华大营演讲 整个不点名的歌颂胡锦涛 从清华里面出来人才 来领导这个国家 走向务实之路 李敖不是以骂人作声吗 不是叫狂人作声吗